徐征导演的《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披露了现实中最尖锐最心酸的问题穷人吃不起药 这部电影大受好评 不仅让人们更加关心医疗问题也感受到了疾病的可怕 这部电影不仅演员演技精湛 而且剧情紧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让许多观众看后觉得是一部非常值得观看不可多得的好影片 徐征1972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家庭 徐征从上小学开始就在学校组织的话剧表演中挑大梁 中学时由于学校旁边就是上海人艺 所以他经常旷课去看戏 慢慢与剧组混熟了 开始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1990年徐征顺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 在1998年时徐征出演话剧《股票的颜色》 并获得第十届白玉兰戏剧奖最佳男主角奖 2000年徐征参演春光灿烂猪八戒饰演猪八戒 得到观众的关注并认识了自己的妻子陶红 就在2010年有徐征和王宝强主演的电影《人在窘途》一炮而红 这部电影让徐征心中那个导演梦更加清晰了 经过两年的打磨 2012年由徐征指导主演的电影《太炯》在大营亭上大放一彩 徐征的名字在电影界也一炮打响 有记者采访徐征为什么不做演员而要做导演 徐征笑颜我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演员 之所以做导演更愿意归咎于一种现象 我演不到我想演的电影 说起来有点难过 像张艺谋陈凯歌这些大导演从不找我演戏 其实挺失败的 即便现在有票房王的名号 徐征仍自认为是个小导演 并不敢与大导演们相提并论 我做不到大导演们在电影中那种对文化的承载 我只能做类型片 因为我自己就是影迷 从众多影视作品中 可以看出徐征的导演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能带来那么多佳作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 可以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